輸出完有一些規定 可要自己看個清楚 有82名遊客竟然誤闖阿里山鐵路 遭到林鐵局人員跟遠景勸離時 竟然還反問說 為什麼沒有收到通知呢 遠景無奈地說 明明在路口就有一個大大的告示牌 但還是有遊客會誤闖 現在也只能夠開力勸導單勸離 而林鐵局也提醒 遊客要是任意行走鐵路 最高可以開罰5萬人 不能往前走啊 我們不知道了 林鐵人員以及遠景緊急攔下遊客 原來是旅行社帶著遊客 來到阿里山遊玩誤闖林鐵鐵櫃 我們也已經快走到了 可以讓我們過去了嗎 不可以啦 旅行社不顧危險 希望林鐵人員通融 但不是開放時間就是不能走 這個火車有在走 不管你在走沒走 現在不是開放時間 遠景好無奈開地勸導單 沒想到陸續走來更多遊客 甚至反問為什麼沒通知 不能走為什麼沒有通知呢 明明入口處就有大大的告示牌 無奈還是闖入 林鐵局也表示會持續派員勸離 會同阿里山派出所前往勸檔 也會持續聯合積查 希望民眾可以配合 不遵守規定行走在鐵軌上的遊客 最高可除五萬元 阿里山林鐵巨目成為熱門践行路線 林鐵局也希望遊客践行之餘 也能配合規定以防意外發生 謝謝蔡崇武嘉義報導 阿里山派出所在錄斗